现在时间晚上10点20分左右 观众朋友精彩吧 因为刚刚副主任带到 美国的大飞龙等等的数字 真的是超级难看 失业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美国股市平高盘开出之后 果然走不完 一度翻黑了吧 美国股市 所以明天的台股怎么办 来敬明请上来 刚刚带到了他的文字 固然可喜 你刚刚说外资卖了那么多 所以外资如果真的把 卖掉了3500多亿 买进来的话 不就都都好 如果我很聪明 国安护盘基金 国安基金护盘 刚刚外资你要买 我就把它倒给你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也不用担心 因为国安基金基本上买不多 买一点点而已 买不多 因为他宣布要进场之后 这个大盘一直往上涨 他根本也不需要买 对 他是买黑不买红的 所以大盘日K请来一下 我要把它问精准一点 如果现在刚好 今天来到了万一之上 如果外资真的买了 我不管他买多买少 那护盘基金 我就写护盘国安护盘基金 他到底会卖 会怎么左右行情 会整个把它打下来吗 麻烦您换一下 就是他几涨的时候 这个护盘基金 或者说我们的这些 这个国内的这些官股行库 他会卖 他会调节 他只要一涨 他就调节 那下来以后他会买 所以会变成是一个震荡往上走的一个走势 对 所以外资的部分 其实这段时间都没有进场 等一下不对啊 可是你说涨起来之后 护盘基金会卖一趟 回来外资都买了 他还会买吗 可能他就基本上不太拉回 如果说外资连续往上买的话 他可能把这些官股行库 卖出的资金全部把它买完 是喔 因为他缺很多没有买啊 假设他真的是回到新市场的话 光回到这个3月5号的起跌点 1万1500点 1万1600点 这个位置 他就必须要买三 这个三千多亿了 因为他卖光了还没有回来 他在外资基本上还没有回神 完全没有 对 所以这个是目前盘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请问一下 我到底怎么就研判 外资你回神了 你醒了没有 还在那边睡觉 重点就是指标股 所以我们看一下指标 我们特别看两档 一档股票是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的走法非常的特别 我们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一次没有过高 没有啊 没有过高 那大盘是过高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都动不了 就表示外资没有回来吗 你先看前20名是没有台积电的 对 他回来买台股 怎么可能不买台积电 所以当他外资回来买台积电 下面放外资喔 你看他现在还在卖喔 如果他买台积电 而且是连续买的话代表外资醒了 对就真的是回来买台股了 ok ok 那另外一档个股就是2317的鸿海 鸿海倒是有点醒的的感觉 2317的鸿海 你看他今天才过短高嘛 所以呢这个两档个股 一档是代表平概股 一个是半导体 所以这两个族群是代表外资 有没有回来的两档重要的指标 那我问你喔 鸿海反而看得出来外资醒了 是不是因为它是苹果最大的组装代工厂 苹果现在要来台湾进行投资 它的感觉最明确 最明确呢 没错 而且呢这个第一个复工的情况相对是比较乐观 第二个部分来讲 下个月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 有点在提前反映这个题材了 Bingo来请看外资基点买超的第二名 就是他了 所以呢他持续买 之后把台积电买回来 等同外资认同 就开始回头来真的开始买台股了 赞赞赞 好我们来看指标股 除了这两档之外 这两档那剩下的这些个股呢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举过例 这些都已经封闭掉3月9号的跳空缺口 所以这都相对强势 反而台积电跟鸿海 目前还压着指数没有让它大涨 好帮我来一个白板 因为刚刚的剧米那段解盘的后事 我有兴趣了 这个点很简单 就是今天站上的万一帮我换蓝色 也就是呢 现在处在一个外资的追满 还有护盘国安基金的卖哦 您刚刚说万一已经站上了嘛 所以在高档的时候 请注意哦 国安基金会卖 可是呢我开始写A情境 如果现在外资的买盘不间断 它几乎不回了 所以它将会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因此呢将会处在外资一直买B Buy就是外资 然后呢 国安基金呢顺势一直卖 这是不是A情境 我先提问哦 那B情境 原来外资呢 买的不是真心真意 所以外资呢 一拉高的时候 换红色哦 外资有买 但是呢一拉高 可能这个地方外资有买 可是呢买不多 所以会回了一下 回了一下呢 可能护盘基金又开始买了哦 所以这边呢 写国安基金又买一点点 它将会是这样正当往上的情况 这是B版本 是不是这样一个沙盘推演 但是这个地方呢 换红色 这地方的外资的买盘 并不会外资买 是少的 是小的 对不对 没错 大概原则上来讲 就是外资的买超的力道 决定大版的角度 如果外资是大买的话 可能是用45度角往上 就A版本 对A版本 但是如果说外资买的 不是很用力 而一下买 然后呢 又小卖一点点的话 那基本上可能是呈现 30度的方式往上走 就是B版本 就是B版本 那我问你哦 外资的用不用力 怎么界定它 它应该是要看这个 第一个全球的需求 能不能回温 就跟疫情有关嘛 那第二个部分来讲 就是回头来认识台湾的基本面 因为台湾的GDP 今年是比他们预估的来得高 好 来贵买 贵买的部分来讲 其实目前是沿着十天移动平均往上供 不过贵买的一个情况 跟大盘比较不一样 他的量能是 均量是回温的 所以一般我们在看这个技术分析 有均量 我们当然看量 可是像大盘的部分 没有均量就看线 看均线 那当然他本身的这个均量是回温 基本上是还有高点 而且代表人气都在 就是均量线 内置的部分都在 那当然短期来看的话 生计是进入整理 反正电子股开始接棒 这倒是目前可以留意的焦点 那指标股呢 创下波段新高 像一个高速运算晶片的普瑞 半导体的制程 像红硕 那另外呢 像这个5G的部分 5G的晶片 像联雅的部分 那另外指标股的部分 我们还提到说 这是全资股 全资股这波其实没有在攻击 大家记得我两个礼拜之前 有提到 全资股都还没有动 我们当时提到三大全资股 就环球晶 世界先进跟穩茂 最近有开始转强了 那所以代表 代表OTC是还有高点 因为之前这些全资股都没动 它都已经往上走了 那当全资股一动 那指数不是涨更快吗 换句话说 我们内资大力做多的市场贵 其实它是有留伏冰 一磅二磅三磅 对 包括集中市场的台积电 也是伏冰 因为外资根本还没回头 我懂了 挑几档 挑两三档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三亿零五的穩茂 穩茂的话是属于这个5G的晶片 他今天冲下短波高 其实之前上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前 他其实完全没有涨 OK OK 我们说全资股都没动 但是OTC一直往上走 那我问你 刚刚你有讲外资会归对买 如果还有钱 因为卖掉那么多 会不会买这种贵买的权重股 也会 好漂亮 他讲太厉害了 他讲对了 外资贵买当中 揭买第二名就是他呀 世界先进也是全资 这个是后面才知道的 所以你写的时候 有发现到他在外资有在动 是那时候还没有买卖超 但是其实可以感觉出来 有点转强了 你应该说你很厉害 我们是不能这样子的 我们看世界先进 两个礼拜之前 大概在这个地方 他是有点转弱 可是慢慢开始墊高了 这都开始有点转强的现象 外资也开始回头在买超 最后一档了 中美金嘛 我们看一下中美金 中美金的话 其实股价的部分 反而是创下短波的高 所以这都是转强的形态 所以虽然说 这个之前是涨非全资股 现在开始全资股动了 所以同样大盘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台积电还没有动 但是未来台积电 跟苹概股会开始动 所以集中贵买的多头 力道就是确定的 还在未来延续吗 应该是有机会持续延续 OK而且贵买 它是有量的 集中等待补量 如果是这个样子规划的话 那赞啦 我今天的第二题就对了 行情会续扬 那么五月中下旬之后 上个礼拜五 从大哥说会题材 加业绩同时发动 对 麻烦您认同吗 没错 那五月份的题材 其实还蛮多的 其实从这个五月份开始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 那上个礼拜开始进入夏天 就从立夏到立秋 这中天都是夏天 OK 那当然跟食品 尤其像冷饮 家电有关 家电就是冷气 那个时候大家都需要装冷气 所以指标类股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食品类股 还有包括这个家电类股 那另外五月十号开始 因为上个礼拜 大家记得这个中美通话 可能会谈一下 这个贸易协议的问题 所以可能美中 这个贸易谈判 又会开始进入议程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个部分 那当然中国跟美国的部分 这两个 一个是去美化 一个去中化 应该是不会改变 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所以跟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 甚至于像5G的竞赛 这个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 长期的主軸不会变 所以相关一些个股 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跟这个中国去美化 美国去中化 甚至于5G的建设 相关一些个股可以留意 那接下来就是520的行情 那520来看的话 当然这次是重检 因为主要疫情的关系 对 有必要啊 对那这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520的一个就职 也是宣示说 我们这个小英总统 从之前的四年 到接下来四年 他会延续做的一些事情 那里面呢 当然我想这个 很多指标的一些产业 包括这个离岸风电 聚敏交过 对我们之前在上礼拜刚好谈到 对那包括亚洲矽谷 这跟半导体等等高科技有关 那台商回流 我想也是重点之一 那另外呢 像国防生意等等 那这些指标股 大家也可以参考 好这些都是 我想520行情 大家可以留意 这个题材的一个发动 应该有机会 另外就是520之后呢 接下来5月21号 5月20号 就中国大陆的政协 跟人大两会 准备召开 那今年我想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事实上 大概大家关注的 可能是说 我怎么样去刺激经济 所以中国大陆有提出一个新基建 总共有七项产业 就新的基础建设 对 因为以前是旧基建 铁工基那是旧基建 那现在要发展新的基建 里面包括5G 工业互联网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 特高压 高铁 轨道交通的运输 包括新能源车等等 那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相关的 一些个股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另外来看的话 就是下个月的 这个苹果开发者大会 理论上来讲 这是算下个月的题材 但股价不可能 等到下个月才动 所以我们刚刚光从 鸿海的股价 就看得出来 这个已经开始在提前发酵 所以我们特地 把它抓到这个里面来 所以下个月的题材 有可能在这个月 提前做一个发酵 好 感谢居民放 谢谢您了 这个他回座位之后 观众朋友来帮我看 仔细这张表格 居民人多好 从现在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夏天的开始是立夏 OK 5月5号夏天 所以你看 这个族群的轮动 是第一棒夏天概念股 第二棒中美贸易谈判 第三棒520就职的行情 接下来就中国两会的 相关的新的基础建设概念股 6月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所以居民我确认一下 这个行情交汇 是这样轮着走 对不对 对而且有可能是交叉在一起 有些可能一起同时做一个发动 哇赞 所以啦你看 其来有字 想说位置怎么突然间买红海 正在预告着下个月的重要大事 开始帮居民进行结论 今天的大盘 终于站上了万一 也顶到了年线之上 站上但很漂亮吗 错 量不够 刚刚居民第一句话就说了 量如果你要往上 挑战了年线半年线等等 万一要站得稳的话 量要逐渐的补量 也不能突然间的爆大量 所以1600是不够的 至少1800 1850 1900 20 2050 这样子把它补上去 我刚的单位都是亿 所以集中市场 成交量逐渐的补量 台币还在走升 当然就有利于多方了 外资请注意 这个礼拜一开始 Jim发现外资有点醒了 因为他买了红海 不过还没有连续买台积电 如果两个都买 代表外资真的醒了 要把前面大卖的3500多亿 卖的部分逐一的买回来 如果买回来 那么行情就值得很高的期待了 贵买更不用说了 贵买表现更漂亮 指标湖您就看一看了 可是更在乎的行情继续走 题材业绩的轮动性 而且还有可能是交叉的往上攻 最后一张 刚刚那一张 跟大家带过它的顺序 麻烦您每天要盯着看 在5月中旬之后 烧到6月的台股天 以上结论分享了 接下来进广告 刚刚居民在讲食品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哇 我们有夏天概念骨 那么欧美呢 他们要狂找肉品概念骨 因为想吃牛肉 想吃猪肉 没吃不到 为什么美欧国家 这个时候掀起了 很严重的肉品荒呢